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第一个阿尔巴州今年的访谈 艺术家的访谈 那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今天的过程 第一个小时呢 是我们会请刘老师跟朱先生 做一个简单的互动对谈 那最后的半个小时 我们会开放给现场各位可以发问 那我就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刘老师 虽然刘国松老师不需要我更多地介绍 但是我想现场也许有一些观众并不晓得 刘老师的重要性 所以我先稍微简单地介绍一下 也并且介绍一下朱老师 刘国松老师是1932年生于山东 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 1956年毕业于师范大学的艺术系 之后呢马上与同系的毕业生 创立了五月画会 倡导中国现代化 1966年刘老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 资助到美国欧洲旅行了两年 1971年呢 刘老师应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 到艺术系任教 在72到76年任该系的系主任 并且在1973年在中大 校外进修部开创了 现代水墨文凭班的课程 他1970年代在美国的 阿尤瓦大学 然后在University of Wisconsin 都任客座教授 那刘老师呢在香港任教职 到1992年退休 后来到台湾继续任教 这一段时间呢 他致力于推动现代水墨的技法和试验 1980年代 刘老师从香港进入中国 并在各大艺术院校 巡回展示他的水墨作品 并且推动水墨艺术 那1998年 纽约的古根汉美术馆 举办了中华五千年展 那刘老师的作品 也是在这个展览当中 2008年 他获得台湾的国家文艺奖 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 今年十月底呢 刘老师会在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 举办一个大型的个展 展示他最近的作品 并将巡回新加坡 印尼和马来西亚 那刘老师 刘老师的朋友 朱虹子先生 他呢 现任是中国艺术报社的副社长 也是艺术交流这个杂志的主编 曾经担任艺术教育杂志编辑部的主任 和齐白石纪念馆的执行馆长 中央电视台美术星空的撰稿人 朱虹先生于2011年3月策划 中国美术馆的刘国松艺术大展 《八十回眸》 并且也举办了现代水墨学术研讨会 今年4月 他与刘国松老师一起主持 白线的张力 这个学术展览和研讨活动 那我想首先 因为刘老师在这个60年当中 为水墨艺术做了不少的推动 那我们想请刘老师先 也许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在这个水墨艺术创作上的 这个道路的这个经验 谢谢 是 谢谢给我的好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是提倡 现代水墨画的 其实呢 我是从14岁开始的时候 是画传统的中国画 结果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 因为受到我的一个 艺术导论老师的一句话的影响 所以就后来有所改变 所以他讲 一切的艺术来自于生活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反省 我过去画了那么多的 传统的中国画 都不是来自于我的生活 都是来自于古人的 生活的copy 所以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呢 开始学习西洋绘画 而且发现西洋绘画都是写生的 都是来自于生活 而且又看到20世纪西方 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 非常的感动 所以说那个时候从二年级开始 我就觉得中国画完全没有希望 说是已经四五百年 五六百年都没有任何的发展 而 而且呢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说我 去走全盘细化的路子 走了七年 所以一直从印象派 开始追随西方这些大势的脚步 一直到抽象表现派 所以到了抽象表现派之后 那个时候全世界 那就是五十年代后期的时候 全世界都流行抽象表现派 所以那个时候我画到最后 我就觉得以后怎么办 以后是等到西洋的抽象表现派 在发生了有新的派别出现的时候 再去模仿新的派别嘛 就在这种一个反省之下 我就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就那个当时 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觉醒 就觉得以前我骂传统国画家 不知创造为何物 一味地模仿古人 结果后来自己就全盘细化 就追随西方的这个艺术的发展 后来发现我也在模仿 因为我模仿的不是中国旧的 而是模仿西方的心理 所以结果我就自己就觉得 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就觉得五十步笑百步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走一条新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了一个口号 我想到现在可能还有用 就是我说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旧的 抄袭西洋的也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在两大传统之中 走出一条自己的新路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用油画来走 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中国的水墨画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所以我们要画现代的中国画 可能也需要用另外一种材料 或者用油画来走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用油画来走 中西河壁 但是后来很有意思 我们大家台湾的朋友大概都知道 我在台湾是被视为叛乱分子 所以所有的美术系都不敢请我 结果我被挤到建筑系去教书 但是建筑系这个教书对我的影响是非常 对我的后来的发展影响非常大 就是在最开始的第一个影响 就是他们的材料学的理论 就是说你用你的建筑 你用什么材料 就应该把那个材料的特性 尽量地把它发挥到最高的境界 不可以用这种材料去代替另外一种材料的特性 他们这个理论就是针对现在的那个中国文化大学的那个校舍的那些钢筋水泥的防古建筑 所以他说那样的拿钢筋水泥来防造古典的建筑 然后这个柱子是用水泥做的 但是呢上面也涂上红利油漆 所以说当时的木造建筑涂红利油漆的时候是怕虫柱 但是水泥的不需要怕虫柱 为什么也要涂上红利油漆 是吧 还有做那个斗拱 那个以前的木造建筑 它那个房顶 那个琉璃瓦 非常的重 所以那个木造建筑的梁 它一定要把那个重量把它分散 他们就又做了很多的房研厂上做了很多的斗拱 但是结果这个钢筋水泥的建筑 那个钢筋水泥那个梁 完全可以承担这个琉璃瓦的这个房顶 但是他结果也弄了一些 这个拿水泥倒了一些斗拱 把它摆在那儿 他们就说这就是作家 这就是作伪 这就是骗人 所以结果这个 听了之后我反省一看 我说我用油画来走中西河壁 希望油画产生水墨画的趣味 想把水墨画的趣味加到油画里面 那当时那个油画是很浓作的 是用油条的 那个水墨画做水墨画的趣味很难做 结果我就把那个油的颜色调得很稀 然后把它泼到那个画布上 然后再拿松节油去冲 冲出一些晕染的效果 结果我发现我不是也在作假吗 所以因此我就觉得 我要想画水墨画的趣味 我应该还是用水墨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呢 当时因为我看到 中国绘画 这个五六百年来 只是这个一直没有发展 而且一代不如一代 而且我又在我的那个老师 那个渔君子的文章里面 读到一段话 他说这个黄冰红曾经写过一段 几句话 他说谈话入驱 就是没有做 还没做好久的那个驱召 他说谈话入驱 送话入久 它宋朝的话已经做成久了 他说原话入存 这个存就是老久 我想可能用现在的话讲 可能就是XO 所以他说原以下入久之加水 时代越近水越多 当今已有水而没有久 故当而无味 所以我看到这个文章之后 那我说 我们既然要想做一个画家 我们有责任 把中国绘画 把它复兴起来 我们不能够 大家一起去画西画 而把中国画的生命 就断胜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 所以那个时候这是第二个原因 出使我把过去的画的那种中西河壁的油画 完全抛弃 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做得相当的满意 而且也做出个人的风格来 现在还有两张画 是被芝加哥美术馆收藏 所以那个时候 但是呢 我毅然决然地把它丢掉 然后回到水墨画上来 但是回到水墨画上来 怎么办 你不能再画传统画 怎么办 做实验 所以我就在从1961年到1963年这两年里面 我跑遍了所有台湾的纸厂 买了台湾所有的纸拿来做实验 知道吧 因为我那个时候有一个想法 就觉得 我们人类的文明史 是由两类人创造出来的 这种物质文明是科学家 精神文明是艺术家 当然艺术家是个广义的 包括音乐家文学家 所以说 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 是因为他先有一个想法 而强把这个想法 要证明它是对的 他一定要到实验室去做实验 所以做实验 一步步做出来之后 结果这个结果 刚好就是他所想要的 那他就有所发明 他有所发明 他才是科学家 你没有发明是什么科学家呢 没有发明的话 最多在大学里做个教授啊 所以因此 这个画家 其实是跟科学家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画家 也要先有一种新的想法 新的构思 或新的感受 而且还要有强烈的欲望 把它表现出来 表现你在纸上 表现你在这个卷上 表现 在用绘画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你过去的旧的传统 旧的材料 都没有办法表现怎么办 你必须做实验 所以我就想 这个创新 除了技巧的创新之外 材料的开发 也是创新的一部分 所以因此 那个时候 我就在所有的纸张里面 我就发现有一种纸 就是在台湾做的 胡登龙的纸 这胡登龙的纸 里面有很多细的纤维 所以我画完了之后 结果 你要从反面一看 它那个纤维 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墨 给挡住 所以你就看到 有一些白线出来 我一看 哎呀 美得不得了 中国画里面只有黑线没有白线 那我说现在 能够做出白线来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说后来 我就去找纸厂 去帮我做一种纸 就是在棉纸的上面 再抄上一层纸巾 因为我过去去参观过纸厂 因为那个时候 我要买各种不同的纸 我就参观过纸厂 纸厂呢 它就是把这个树皮 拿来腐蚀 腐蚀的细微的那个纤维 就做成纸 那个腐蚀不了的 那个粗的很老的那个树皮 腐蚀不了了 它就通通倒掉 但是那些纤维呢 都是线条 都是一条条长的 所以后来我就要他们把 不要丢掉那个粗的纸巾 就把那个粗的纸巾 抄在我的纸上 那结果这样的话呢 那我在上面画了之后 它这个纸巾就把那个墨跟颜色给挡住了 所以说这个下面那个纸呢 本身还是白的 所以等到我画完之后 把那个纸巾一撕掉 就出来很多的白线 那个时候我简直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说这个纸厂 把我做了 答应把我做了之后 结果它这个纸 是一个新的品种 没有名字 它就叫刘国松子 所以现在大家都 都称那个纸叫刘国松子 所以说就在这种样的情形之下 在这次1963年 所以1961到1963年 这一段时间 我把它称为临产前的震痛 因为在那个两年之内 那个是痛苦 所以说画家不是 都是很开心的 画家在试验的过程之中 是相当痛苦的 所以说经过两年的 这个临产前的震痛之后 1963年就发明了我自己的纸 所以我就开始创造 我产生了就是我个人的风格 所以在这个就是 我整个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是在技术的方面 谢谢老师 那我想请问朱老师 当时我想您对这个刘老师的这个新的水墨技法 跟这个非常科学的精神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一个发展 和对中国大陆水墨艺术的一个影响和引起的一些辩论 是不是可以请您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在刘老师80年代后来到了大陆之后 刚才刘老师只讲到了60年代初 我正听得入神 因为我知道他后来去美国 然后到香港 在80年代初到了大陆 可以说在这个两岸三地 都刮起了刘国松旋风 可能待会他是不是还要讲 那么刚才他讲的这个纸的试验 就是我想到了李克冉先生 莱斯利刚才问我在大陆的影响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李克冉先生是一个 可以说近代以来 传统功力最深厚的一个艺术家 他在文革以后 到了安徽的景县 也就是宣址的生产地 住了三次 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干什么呢 就是想恢复宣址的那种技术标准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 当时他这个青坛皮 和他的那个沙田稻草 随着这种种植的这种变化 所生产的宣址已经达不到 乃至明清那样的水准 就是特别是搞传统笔墨 以笔墨中心主义的这样的艺术家 他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古人讲的那种妙境 达不到 为什么呢 纸不够了 纸的水平不够 纸的技术不够 那还有笔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个刘老师 对纸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其实是历代的大师 真正的大师 都是非常注重的 这样的一个项目 可是后来我看李克兰先生也讲 他存了一些明清的纸 非常舍不得用 老一辈的传统大师都是这样的 那么 刘老师这样的一个变革 实际上它产生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背景 我们已经无法回到 这个宋元那样的一个时代 因为你的 宋元建立的这样的一个 属于笔墨标准 它是要通过宣纸和当时那种笔 还有墨 所以现在人讲笔墨有时候很可笑的 你用墨汁 是没法讲笔墨的 因为它必须是盐的墨 才能产生 所谓中国文化的中庸之感 走笔的所谓的乌楼痕 所谓这样的一些 体现苗这样的一些感觉 你用墨汁是完全没有 这样的一种文化感觉 笔墨作为一种文化 它的内涵 必须是和它的材料 融合在一起的 那刘老师他 被称为现代水墨之父 他的这样的一种实验精神 这样一个变革 他的一个技术的支撑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刚才刘老师讲这个 我觉得产生了一点体会 那是不是刘老师继续讲 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对他在大陆影响的一些感受 那可以请刘老师 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对于就是刚才 朱先生所说的笔墨的一些看法 好吗 是 这个笔墨 被文人画把它强调到变成了唯一的标准 所有的绘画画出来之后 一定要合乎文人画的笔墨 这才是好画 不合乎的就不是好画 现在我们就回头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笔墨这两个字 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想这个文人画是我们近几百年来的绘画的形式 但是文人画开始 实际上是外行人进入了画坛 也就是外行人 也就是外行人领到内行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再回说一下我们中国绘画的传统 在唐朝以前 是文人画的天下 所以文人画的技法有十八描 所以人物的形象 人物这些轮廓的线条 有十八种不同的笔法 所以等到这个山水画从人物画的背景 它脱胎而出变成一个独立的画种的时候 在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山水画家还是用画人物的那个描法 先描出一个石头或者山的一个形状 然后里面涂这个山石的颜色 这就是所谓的早期的情侣山水 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山水画家 就发现用这个画人物的描的那个方法来画石头 画山是不对的 是不够的 因为石头有石头的积累 各种不同石头有各种不同的积累 然后各种不同的山 有各种山的不同的积累 所以因此这些画家就开始创造新的技法 来表现这个山石的这个外形 所以说这个新的技法 它就叫做村 所以说这个从唐经过五代到宋朝到元朝 有号称有三十六村 话句话说 就是起码有三十六位画家 创造了他自己的技法 创造了他自己的个人风格 但是到了元朝以后呢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新的技法发明 我们晓得一个绘画的出现 它是由技法 跟他的那个 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内容 其实这个内容 是这个技法的一个 就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说有了新的技法 才有新的形式 才有新的风格 也就有了新的内容 所以说是有人主张 内容等于形式 形式就等于内容 形式是由新的技法产生的 我有点好奇了 老师 就是说这过去几 大概十多年吧 又到处去参访这个山水大川等等 那也做了一些新的作品 跟这个比如说九寨沟 或者是西藏有关系的这个风景 那您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许多的作品也是跟山水有关 也是大山大川 那我想很好奇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认为水墨画跟自然的一个关系 是 是 我在没有答你的问题之前 因为他刚刚提到这个歌 我写过歌中锋的命 歌笔的命的这个文章 我把它再解释一下 我们晓得文人画 然后进入画坛一定要用写字的方法来画画 但是写字大部分都是用中锋 所以到后来走火入魔到 你不用中锋 你就画不出好画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去中国画有那么多的新的春法和技法 到了后来就变成只有一种技法了 就是中锋的技法 所以说那不是中国画本来很宽的 这个慢慢慢慢越走越小 又变成走到牛角尖去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最早听到这个 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是蒲兴渝先生讲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蒲兴渝先生讲 蒲兴渝是真正的最后的一位文人画家 这是评论家他们听的 所以蒲兴渝先生就讲 说你不用中锋就画不出好画了 当时我就有点怀疑 后来我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来教授 后来中文大学就请我做戏主任来改革这个戏 既然是改革这个戏 那我就有的时候就到老师上课的门外头去偷听一下这个老师在讲什么 结果我又听到你不用中锋就画不出好画了 这个时候我才觉得中国画已经走火入魔了 非用重点不可 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在文心杂志上写过一篇谈技法 我就把传统在我们美术史里面记载的不用笔的一些画家的技法 我都把它提出来 就证明画画不一定非用笔 非用中锋 对吧 说说说说说说 后来我就写了这哥中锋的命 哥比的命 在香港是这个新导日报复刊分三期登出来 在台湾联合报复刊分三期登出来 这一登不要紧 这骂我的人呢 那我是真正的体会出什么叫做四面楚歌 结果骂我的人多得不得了 我没办法回 那你回谁 这个其中有一个我的好朋友 那是在建筑系我们两个人一块做主教的时候 他呢跟我做一个同一个宿舍 我们还一起包饺子啊什么好得不得了的 到现在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也看不惯 他也在写一篇文章 他是因为是这个建筑的助教 他是学建筑的 他就以建筑的立场来反问我 他就讲 他说中国的绘画的笔和墨呀 就等于建筑的栋和梁 这个柱子和梁 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柱子没有这个梁啊 这个画画不出来 画不可能成为画 当时呢我看了之后呢 我也就跟自己讲 咱们十年以后再说 因为我想我说我自己非常有信心 我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说他们过十年以后一定会同意我的想法 结果不到十年 结果不到十年 美国的第一个巨蛋体育馆盖好了 你们这是不是叫巨蛋体育馆 那个巨蛋的建筑 有的叫做 就像鸟巢啊 像北京的鸟巢 不过鸟巢 不过它上面 它留了一点 没有完全盖起来 结果里面又没有柱子又没有梁 结果后来我见了汉保德我的好朋友 我说这个巨蛋体育馆盖好了 又没有柱子又没有梁啊 他说先知 先知 结果后来我就跟他解释了 因为我以前没有回答他 我没有解释吧 我就说你看 你们建筑师 就为了要拖宽体育馆的那个空间 想出这个方法来 因为那个柱子挡住了这个空间之后啊 只能打篮球 只能打羽毛球 打网球 我说把那个柱子一拿掉之后啊 就可以踢足球 可以打棒球 我说我当年呢 就是看到中国化这个领域太窄了 我就想把中国这个领域把它拖宽 所以我猜 绝对这个笔 已经是上万的画家画了上千年了 我说这个笔啊 是已经可以寿终的正情了 那么 所以我才提出葛中峰的命 这个 这是我刚刚因为他提到这个 我就顺便讲一下 你刚问的问题 谢谢 我刚刚问的问题 这个就是老师 水墨跟自然的一些关系 是 从以前到现在 最近还有一些跟九寨沟和西藏有关的山水 是 中国绘画呢 是一直是以这个山水为中国的传统的主要的绘画的形式 跟西方不一样 西方呢 是以人物为他们的主流 所以说这个中国画家画山水很少是写生的 虽然近来在大陆有一些提倡写生 但是实际上中国画是不主张写生 拿我个人的经验 我过去也写生 写了生之后呢 我就拿回来之后 我就想把这张小的写生 我把它放大变成大的画 结果 完全不行 为什么 因为它有限制 它给我心理上非常大的限制 说说画的时候 怎么样 就没有一张成功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中国画的传统的不写生 是完全是人在那个大自然里面 体会出那种感觉 统统在你的身里面 在你的这个思想里面 在你脑子里面 回来之后 它在你的身体里面在消化 在温让消化 然后回到家里面 你把它吐出来 吐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自然的 那就没有什么限制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的那个山水画 因为我画西藏山水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标个西藏的一个地方的名字 结果人家就有人问 他说我也去过那个地方 我怎么没看过 你这样的这个山水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画的西藏 是西藏有这种形式 但是没有这种样的安排 我说安排 这个所谓的构图 是我自己构的 是完全是由我这个身体 自己感觉到这样的 这个地方深一点 这个地方浅一点 这个地方浅一点 这个地方粗一点 这个地方细一点 这是当时 所以我就反对胸有成竹 说我就赞成 画若不易 画画应该像下棋一样 走一步 算一步 随机应变 你要是先有了胸中的竹子 说老实话 那些文人画胸中的竹子也不太多 说画来画去 比如说一个团体展览的山水画展览 你进去一看好像个人各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胸中的竹子都是古人的嘛 知道吧 这是我对山水的 我想顺便再跟西画来做一个比较 说西画呢 它是以人物画为主 为什么以人物画为主呢 因为他们是想要表现现实的生活 所以过去写实的 不管是什么派别的写实的那些绘画 都是像一面镜子 把现实给它造出来给它看 一直到现在为止 你看西洋的绘画表现得非常的惊人 非常的让人看得毛骨悚然 这种血腥的绘画 跟性的绘画 全是像一面镜子 就把社会的各种现象 把它老老实实地表现出来 所以这根中国绘画要经过胸中的一种温让消化 然后再把它升华 再把它反映出来 把它表现在画上 是完全不同的路子 所以有的画家 我在北京展览的时候 有的画家就批评我 说是你根本不关心社会 你完全是躲在你那个画室里面 结果我就指了一张画给他看 我就问他 这张画你觉得怎么样 我那张画是什么呢 标题叫 19世纪 20世纪 21世纪 我是 这个 两个大弧形 上面一个大弧形 下面一个大弧形 中间是很多圆 这个左边最大的一个人 然后慢慢慢慢 因为它两个弧形这样一转的话 这个中间就很窄 所以它那个圆呢 就一个比一个小 小到中间最小 然后后来又慢慢慢慢地变大 所以我说19世纪 20世纪 21世纪 结果那个评论家看完了之后 他说我看不懂 我就说我这个就是对于社会的一个表现 我说为什么 我说19世纪 中国的文化还是一个很大的圆 我说经过了这个鸦片之战争 经过了八国联军 我们一败涂地之后 这个欧美的这个文化 这个两大弧 就一直在扩张 一直扩张 这个中国的文化 就越来越变成 变小 就变成边缘的文化 我说 我说等到21世纪 中国慢慢地这个强盛起来的时候 这个中国的文化又慢慢地发光 又变成太阳 又变成一个大太阳 我说这个也是 这个是不是也是关心社会啊 他说哦原来是这样 好好好好好 所以这次我谈到 我那个也算是山水画 但是山水画也可以表现你的思想 谢谢 我想我们听了老师说了很多这个 笔墨跟自然还有山水画的协议部分 非常的深入浅出 那我想也许现场的观众 现在有许多非常也许急迫想要发问 对老师刚才的解释 跟老师的这个创作生涯有一些问题 那请大家也许可以举手 然后现场应该是有麦克风可以递上去给您好吗 我们大概还有25分钟 中间有 中间 谢谢 谢谢 OK的确 刘老师还有各位两个老师 我们今天在这边听到刘老师 这么思绪清楚但甜有力 我们真的觉得刘老师感到骄傲 特别是我们来自台湾的媒体 那我想刚刚回应一下朱老师 你说春法是一个风加时间 那风就是自然因素 那时间就是岁月 所以我要用这个观念回头来请教刘老师 我记得我在大概十几年前 在杭州的一个写述讨论会 你提过你的作品当中是 创作但是做在创之先 就是说你意思是说我先做出作品 然后我再去强调我的创意 那你从61年63年开始的纸张的革命 到对笔对墨这样的一些想法 的实验性 我觉得我个人把它解释在 比较还是在做的技巧上的一个革新 那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 老师你现在年过八十 你的人生阅历 你走过无数的大山大水 在中国来讲 你就两岸三地 或是在美国的新大陆当中 你都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跟努力跟琢磨 那这个年过八十以后 我想你的人生境界 这个艺品以外 我觉得你还有一番创意的提升 那这个境界是什么 可能是我期待是说 一种最后你把笔墨 这个子彦都丢开了一种 就无招之招的境界 那我觉得你的 好像你这种创意的一个成就 是还可以再继续的 虽然你现在已经累积了很多桂冠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师 对未来的这个创意这一块 你的思想这一块 你是不是能再给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补充或是做一个说明 谢谢老师 谢谢检社长 谢谢检社长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也非常的尖锐 因为过去有一些人批评我 说是这个内容比较重要 技巧不重要 有很多人批评我 是在玩技巧 刚刚我不是跟各位谈到实验 所以说我把画室看成是一个实验室 不是绘画制造的工厂 所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系组人的时候 我就利用我那个系组人的权力 我就开了一门课 叫做《现代水墨画》 说是我一开始就不许大家临摹古画 我认为临摹古画 这个是传统的美术教育 传统的美术教育 是受一个教育思想的影响 是维学如同金字塔 就做询问要像金字塔一样 所以说因此呢 反映在我们的绘画的教学上面来 就先开始临 反正你这个山水人物花鸟都要临 而且呢要最好是把各家各派的技法统统学好 它这叫打基础 它就说基础越大 越宽越广 这个金字塔就盖得越高 所以我就把它称作叫先求好再求意 就是先要把传统字都画好 之后再画得跟传统不一样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我在大陆教学的时候 我就问过学生 我说你们在大陆的这些美术学院 美术系 反正这个每年国画 就是光是不讲西话 光光画这一年的毕业生 可以拿火车装 但是我说你们看到 真正从中国画系毕业的人 有没有在国际上成名的 我就举了这个林峰眠也好 吴冠宗也好 吴冠宗也好 李克燃也好 这个还可以举很多 我现在也不要多举了 统统是学习画出生的 真正从国画里出生的 都只求到了好 没有求到义 所以因此我就一个反 一个想法 我就提出先求义再求好 所以在中大的时候 我一上来 我就叫同学先把笔收起来 你给我做线条 因为中国画的主要是线条的结构 我叫他们做线条 你用各种方法来做线条 结果就一个学习下去来了 两个学习下来 就发现有很多新的线条出现了 是笔画不出来的 是吧 我跟他们讲 你做线条绝对不能模仿笔 你得要做出跟笔的线条 不一样的线条 结果做得很好 结果呢 这个等于这样的 一直到四年级 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 就是现在在台湾的一个画家 叫做李军毅 李军毅很有意思 因为我做戏主人的时候 我这个心胸很宽阔 所有的课让其他老师选 选剩下的我教 所以我又教一年级书面 又教二年级 稍等一下 李军毅呢 就来一年级的我的寿描课 来选课 结果一年级上学期 我觉得这个画家 我觉得这个学生很特别 所以我还没给他最高分 等到第二个学期完了之后 我给他全班第一名 结果呢 我就问这个 我就最后快放假的时候 我就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说你不是这个艺术系的 你是哪一个系啊 因为他不是艺术系的 他说我是生化系 我说你生化系怎么跑到来学美术 你是不是很喜欢画 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画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考艺术系呢 他说全家人反对 包括他两个姐姐 结果到最后 他考取了生化系 我就问他你生化系读的怎么样呢 他说我懂得实在是不开心 那我说那你既然喜欢画 我说你转系啊 他说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不答应 我说你叫你爸爸过来来见我 他就把他爸爸找来了 找来我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我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我说你爱你的儿子 你应该让你的儿子 在大学读书读得非常愉快 我说他现在在那个生化系读得不愉快 我说这不是对他不是很公平 我说他读生化 如果他读得不好 别的业也不见得有事情做 我说艺术系如果毕业毕业好的话 可能还反而出路还反而好 结果到最后他就长了转系 他根本没画过国画 那西化根本当然也很少 你知道香港的中学里面的教育 美术科根本到高中就没有了 所以结果他到了四年级 毕业展览 他是全版第一 结果这个把什么油画 装置艺术 什么版画 雕塑 这个全都比下去了 他从来没画过国画 但是他的国画 变成 达到 这个全班各个人 所以他现在 这个哈佛大学 塞克勒美术馆 先付他钱 请他画 因为他画得非常慢 你看 画得非常慢 所以也有收藏家 先给他钱 叫他画 结果他 结果收藏家还是先给他的钱 结果他 最后他先画 这个美术馆的博物馆的 收藏家他把他放在后面 他说为什么 他收藏家拿去之后就摆到这个仓库了 他说我那个画的话 他们会挂到这个墙上给人家看 老师可不可以稍微回答一下 这个检社长刚才的问题 对 讲这个创作这个创这个方向 对 然后这个您在80以后的这个新的境界 我为什么提这个呢 就是答你的问题 因为我就提出一个口号来 是先求意再求好 就是说这个 我举的这个例子 是其中的一个 它就是先求意再求好 先画的跟 不但是传统的话不一样 跟我们同时代的人也不一样 所以他创作个人的风格来 结果一开始也是不太被人家接受 但是现在变成国际之名 是吧 这个就是我提出的 先求意再求好 而且你讲的这个创作 做我刚刚也讲过嘛 化石是实验室 你要先做出你自己的 就实验出你自己的技法来 你个人的技法来 然后你再去表现你心中的东西 如果这个技法表现不了 再实验别的技法 再说你看我的这个韭菜沟 也是受了这个建筑系的影响 所以我韭菜沟的纸 因为我用了传统的技法 传统的材料 统统表现不出来 结果后来我 因为在建筑系教书 我看过建筑系的学生 用的那个画建筑图的纸 所以我现在韭菜沟的那些画 统统是用的 画建筑图的那个描图纸 画出来的 因为那个描图纸 才能够把那个 我心里想想表现的东西 才能表现得出来 谢谢 所以说这就是做 就是先实验 实验了之后才创作 你个人的风格 是吧 因为你说所谓的 有些人就说 这个叫什么 哎呀 你看我就 忽然间 年纪大了 忽然间的 脑子一笔片红白 你知道吗 那那个 对了 那个内容啊 你们想一看 这个绘画的内容是什么 有没有人能够讲得出来 是吧 你说是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歌颂毛泽东 那是内容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凡是你讲得出来的内容 都是画外的 都不是画本身的 都是拿画 来表现画以外的主题 其实绘画的内容 实际上就在他本身 你知道 就在他本身 就在他本身 所以我现在举一个例 这个 这个 西洋的美术史的发展 每一个派别都画苹果 但是每一个派别画的苹果不一样 那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艺术家对于 艺术本质的认识不一样 所以艺术的本质是一个大象 每一个画家都是在摸 瞎子摸像 所以每一个人摸到一点点 艺术的本质 他就用他的技法 用他的形式 用他的风格表现出来 所以他能够表现出 那你说他的内容是什么 是吧 谢谢老师 我不晓得有没有答的你问题 请问现场还有问题 这边一位 那位先生下一位好吗 This one first and then five minutes That's okay That's all okay 李老师 我姓武 My name is Josephine 我觉得全世界 不管两岸三地 全世界都有很多艺术家画家 那这成为所谓大师呢 今天我见到大师的风范 因为艺术家要突出 他一定要有想法 会思考 可是我今天在您身上看到 You can think out of the box 是反骨 也可以说是创意 可是我觉得思考 一定在您的创作 或是您的整个career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可不可以解答我 你平常怎么样 让你自己能够跳出框架 不管在创作或思考上 如何做这种蛮大的突破 谢谢 谢谢 我们先请下一位 也把问题先提出 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回答 好的 谢谢 下一位 接着刚才这位的问题 很抱歉 我不是搞艺术的 但是今天阴差阳错 来到这个里 感受到强烈的大师的风范的冲击 首先像刚才那位提到的 先生是非常有思想的 一直在想 我自己在做什么 从年轻的时候 从山水画到油画到油画里面反映山水画的特色 到最后发现自己的技巧 创造了自己的技巧 而且先生是非常有时代责任感的 一直在想 作为一个画家 我这个时代的画家 怎么样超越我这个前面古人的成就 来成就代表我这个时代留下这个画作 而且反映这个时代的感觉 是从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人的视角和体验 这个个人的视角和体验 正是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 因为你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 所以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到 非常感动这样一个大师的风采 这个大师的风采还体现在 你能够不断的否定自己 把自己的东西否定掉 走出下面一步 这个是非常感人的 那么我想请教先生一个问题是 大师是可以培养的吗 谢谢 非常难的问题 老师您记得两个问题吗 一个是这位吴小姐 请问您这个 就是对艺术思考 这个不断的动力来源何处 然后这位先生是 请问您大师是可以培养成的吗 我现在答您这个问题 我讲过这个化石是实验室 所以说我这个思想在大陆做演讲的时候 我一再提出化石是实验室 所以后来大陆就出来了一批实验水墨 他们就是由我的这个观念而发展出来的 这个一批我最早是画那种抽象的水墨 后来遇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太空船 这个离开了地球 我拍回地球的照片之后 我就受了非常大的感动 所以就转变 本来画的是抽象的 结果后来变成巨像 这是受这个时代的影响 但是我画了一阵子太空画之后 我觉得好像我要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 好像没有什么挑战性了 我又开始实验心理激发 你比如我在中国美术史里面看到一个名词叫做水画 是它那个上面解释 把墨放在水面上然后拿纸去把它吸收 所以我就来 我说这个画为什么失传了 这个水画为什么失传 只剩下了文人画了 所以我就开始试验水画 所以后来又产生了一批 我叫做水托画 就是用水拿纸来托出来的痕迹 然后再加以修饰 所以等到水画画了一阵子之后 我觉得又没有挑战性了 我又画别的 所以你看后来我到了韭菜沟 结果受了韭菜沟的原始的水的影响 所以我就画了一批韭菜沟的画 也是试验出来的 刚刚我讲是用建筑师画建筑图的词来试验出来的 所以你看后来我到了西藏 而且我也爬到去朱姆拉玛峰的登山基地 去看了朱姆拉玛峰 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出来什么叫做忘我 本来他们叫我在那里停半个小时 结果我坐那看朱姆拉玛峰那个云一直在走动 那个山一下出来了一下进去了 一下子太阳照着那个山亮的不得了 一会儿那个山又变成黑 哎呀 那个简直的美的不得了 结果我一下不知不觉地搞了两个多小时 你想看半个小时结果到那儿 坐了两个多小时没感觉到 你知道吗 但是我回来之后到了成都我左边耳朵听不见了 但是呢 我这个虽然付出这个代价 结果后来我也画了一批画 所以刚刚我提到那个白线那个事情 我想我现在我再多讲一点 老师我们可能只有五分钟 也许您可不可以先快速地回答一下 刚才最后一位先生这个 关于大师的培养的问题 那如果之后还有其他问题 也许会后我们再请各位跟老师慢慢请教 好吗 谢谢 大师很容易失去耳朵 看起来要当大师很容易失去耳朵 我想大师是培养不出来的 这因为培养是外在的一种环境 大师是从内心里 是从内心里的一种需求 你知道吧 因为他一定要他自己有这种强烈的欲望 你看我的朋友或者同学 我在师大读书的时候 我们班上 我上下班都有很好的学生画得非常好 我在学校的时候比我高上两班的有一个同学 我佩服他的佩服的不得了 画得好都不得了 结果到后来都不见了 是吧 环境是跟我的环境一样都是在台湾 那我在台湾提出了模仿新的 不能代替模仿旧的 抄袭西洋的 不能代替抄袭中国的 我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情形 本来我骂传统国画家 结果西洋的人都捧我 我也全拍西洋 等到我一提出这个问题之后 西洋的人也开始一起骂我 结果我变成国画也骂我 西洋也骂我 我变成一个孤儿 但是如果说是 你要说是 这个环境如果说是 这个培养的话 那我这老早已经死掉了 根本不可能在那种环境里面 因为到最后 他们这个所谓的政战单位 还说我思想有问题 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你们想想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候 你说有多少的画家 能够坚持像我一样 不怕死的人 是吧 所以说我想这个 这个是靠培制 只能够培制半吊子 可以培制半吊子 是不是 我想那今天我们就 谢谢刘老师 为我们深入浅出的解释 然后让我们理解您 在这个水墨艺术 或在艺术上的这个 呈现启后的这个位置 那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在这个星期四的一大早 也很谢谢朱老师 来跟我们一起对谈 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座谈会 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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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